澳門雖然是彈丸之地 不過有24間博物館 分別由澳門政府部門和民間私營 除了數量多之外 最重要的是主題是層出不同的 今次就帶大家去超近十六浦的博物館參觀一下 由十六浦出發 沿著新馬路一直走就到了 這棟就是德成案典檔業展示館 在2004年9月榮獲 200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鴉太文化遺產保護獎的嘉許獎 一看我的款式就知道我很守緊 所以我就來找二叔公舉了我的飲品 正所謂江湖救急有檔有熟 如果想周轉的話 就可以拿你的私人物品去抵押 不過通常就是按實際的價值 打個折扣而借錢 還有會有個期限去熟發 不過借得錢的通常都不想被人知道 所以當店也會有個大屏風 它就有叫做遮醜版 我的寶貝飲衣服來的 可不可以當個好價 看一看 看一看 好 爛衣服一件衣服 嗨 我是潮鳳 給我面子叫我二叔公 我負責這個櫃面 鑒定底額等價值 當夜的時候要舉高給潮鳳 所以當夜又叫做舉夜 為什麼要把櫃櫃做到這麼高呢 一來可以避免當夜的人 跟潮鳳直接交流 就不用尷尬了 二來 潮鳳在後面 商量當押品的價值的時候 又不用讓當夜的人聽到 還可以居高臨下 一天在干測防止 賊人乘機打劫 當夜之後會有一張當票 而上面那些鬼滑符呢 其實就是當店的專門草置 就不希望讓客人知道物件的價值 而點檔業展示管章入場券上面 都印有當票的 設計得這麼漂亮 當然要好好搜索才行 點檔業是一門古老的行業 世界各地都有的 而澳門點檔業全盛時期 就可以分為 檔案壓三種 檔案壓的分別就是 介在於他們的經營資金和規模 還有檔期的長短 和利息高低之分 現在主要流行壓 利息雖然比檔案和安危高 但抵押的物品所得到的錢 都相對會比較多 舊式的大檔或大岸 通常都會在檔舖後面起貨樓 為了保護受壓的物品 建築物的結構要求 當然就是堅固 務求達至防火、防水、防盜 和防土匪的效果 德成岸就是民國六年 即是1917年的時候開設的檔案 現在這裡當然沒有放貴重的抵押品 不過最好都是眼看索物檔 但是是可以聽的 通過參觀展示館裡 層面陳列的典檔工具、票據和紀錄 可以了解適日典檔業的操作模式和流程 又到了澳門十六毫點有獎問答遊戲的時間 今集的問題是問 負責櫃面接收檔壓品的職位名稱是甚麼呢? 搭中而又被抽中的朋友 將會得到名貴海美禮盒 名額有五個 適答的朋友就快點去到以下這個網址 踴躍參加吧 典檔業其實還有很多歷史都很有趣的 想深入了解 最好當然當然是自己親身來參觀一下 還有導賞服務 想收到十六毫最新資訊 還可以透過不同的途徑 快點Add我們吧